好 第三節了 是的 來到第三節了 Eddie剛剛說他那邊還要一點時間 所以他應該會在這節稍後時間 會加入我們 但我想我們先繼續 還有剛才第二節的時候 講到普京覺得 西方的國家制裁的話 對我們是不會造成長遠的影響 只會令我們變得更加強大的 我想那個問題就是 這個事件我不知道 普京是真的 他是隨口說 還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到底自己的國家的經濟情況是怎樣 因為我想說 今時和往日是真的很不同的 今時俄羅斯的整個格局 經濟格局和前蘇聯的時候 其實是很不同的 第一 剛才我們都見過之前 J.P. Morgan那張圖 就說在前蘇聯的時候 其實當時他也都包括了 比如說波蘭 匈牙利 烏克蘭這些國家 但是當時這些地方 也都引申到今天來講 其實在科技工業的水平 其實都是自己是獨當一面的 即使可以能夠對當時俄羅斯 有一個非常大的貢獻 不單是在經濟力量來講 而是在科技領域 工業上來講 生產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很強大的助力 其實蘇聯的時候 是行計劃經濟的 所以其實不同地區 通常共產國家都會比較熟悉一些集體主義 都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去做好 所以例如烏克蘭 很多核電廠都是在烏克蘭的 即是你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區 就有一個特別的設定 去做這個產業 然後就很集中在那個國家裡做 所以你那個國家獨入出來之後 其實你就已經失去了整個產業 沒錯 沒錯 所以其實 其實當時來講 蘇聯的那個能力 那個經濟能力 不只是靠現在的俄羅斯來 而是當時靠 當時整個聯盟來講 不同的地區來講 它的貢獻 所以譬如像波蘭這樣 其實波蘭現在來講 我們看現在波蘭 現在波蘭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其實有很多一些重工業 汽車製造 其實歐洲那邊來講 當這個前蘇聯瓦解了之後 第一個受到西方國家進入去 想要佔一席位的話 其實波蘭是其中一個 因為大家看到 就是它一路以來講 那個生產製造技術來講 是相對的先進 所以人家其實選了兩件 好了 那你現在俄羅斯 沒有了這些手手腳腳 那你看看自己 是不是好像他以前打算 我覺得普京仍然在發 多年前的春秋大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想它也不太理解 現在的科技 對整個經濟架構 產業鏈的影響有多大 我想幾十年前的時候 簡單地講 譬如說你生產一部汽車 你生產一些重型機器 如果是出現故障 要維修的話 那些真的比較簡單 因為那時候 很多都是一些機械性的東西 所以譬如說 就算你壞了一部洗衣機的話 你要弄的話 其實以前是這些叫做弄得到 幾十年前這些是弄得到 今時今日來講的話 一部洗衣機 如果壞了的話 很多時候是沒得弄的 因為是電子零件 電子板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 汽車來說也是 現在不是說弄的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譬如你就算是汽車來說 你不是去維修 你去replace 某些的配件 所以是整件公司要replace 不是去扔扔成成 拆了引擎出來 拆了引擎出來 慢慢收 已經不是那一回事 已經是 所以今時今日來講的話 俄羅斯現在的問題 就面對著就是說 是不單止西方國家 對它制裁 而是西方很多的企業 都是跟俄羅斯 是不再往來 OK 而很多的企業 就起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那些零件的供應 俄羅斯它是可能好像 我想某程度上 就是一個final的蹤撼 譬如汽車這樣 但是很多零件 其實都要靠外國入口 好像鴻海的角色這樣 是的 甚至乎現在 這個程度 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開始有些人 都擔心就是 譬如說俄羅斯 是的 它講到自己的能源 多麼重要 這個歐洲來講的話 就是要 直接是搖尾黑連 因為它 直接是捏住它那個 那個經濟的喉嚨 因為那個能源 就是它那個 就是經濟命脈 其中一個很重要 那如果 就是 它一旦恐嚇 說我關了那個 輸油管的話 那你就死了 就是這樣講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現在開始 那些人擔心什麼呢 就是俄羅斯 是橙油 但是你橙油 不是拿手指去 不是拿一個橙油 就是橙油 大哥說OK 你是要靠很多機器 OK 很多技術 去運作 生產這件事 好了 你的機器是會勞損的 那你機器勞損了 那你要維修的 你要公司的 好了 那你現在 將來沒有公司供應 那你怎麼搞 OK 那中國 OK 是不是中國能夠完全 做到這件事呢 是不是 在那個配給來講 在那個 供應線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老實說 就是 我們中國 其實有很多 油油供應公司 但是 中國那些油油供應公司 用的那些工具 是不是國產的 我有一點點懷疑 就是我 我也很高度懷疑 這件事 是啊 還有現在 雖然是這些 舊經濟的產業 但是其實都 我想都很Digitalized 包括你 就是要找些油的 儲備 你怎麼去檢視 那個轉油台 那些 就是完整 那些 那些 的作業 其實很多都是電腦系統操作 是啊 所以 我覺得 就是普京講完這番話之後 我直接覺得 這個人好像是 自己生活了 在自己那個 這樣的 一個自我空間裡面 老實說 就是他是不是真的 認真了解到現在 那個經濟 自己 不要說那個世界 經濟的情況 就是我都不要 不要強求他 他有一個這樣的 就是世界觀 他對自己 國內的經濟 那個情況 是不是充分了解 我都很懷疑 除了經濟之外 其實你為什麼俄羅斯這麼兇 就是因為他有很多軍備 但是其實軍備 也都是很靠外國的 就是一些技術 和一些PAS 那曾經有人 就是Capture 過一個 俄羅斯的無人機 那發覺裡面 那些所有的PAS 基本上都是外國的 就是 他都真的 好像John說 是一個壯欠 那 之前我們都 都表揚過 我們偉大祖國的 芯片公司 中心國際 那聲稱可以做到14奈米 那最均勻 都還是做到28奈米 那但是俄羅斯 最先進的那間 芯片公司 更大了 是做到56奈米 所以 其實 真的不知道 是落後了幾代 真的太棒了 不過我想 某程度上來講的話 如果就是 俄羅斯和中國 就是 是 站在一條陣線來講的話 那的確 是可能 在某程度上來講的話 是可以能夠抗衡到一個 就是歐美那邊的一個邪惡俗心的一些國家 簡單來講的話 比如說 就是 法國不再入口這個波爾多紅酒的 那俄羅斯就入口這個長程排紅酒 都是紅酒而已 是不是 產量來講的話 中國就更加多了 所以 某程度上來講的話 是 OK的 OK的 這個重點就是說 就是一些這樣的 就是 比較critical的 一些 技術 或者是一些 配件 零件 特別是電子零件 來講的話 剛才都講了 今時今日來講的話 很多的器械 儀器來講的話 其實 是 沒有得收收補補的 已經是 OK的 如果你是沒有那個 critical的零件的話 基本上 就已經是等於是 write off 所以這個就 看看 普京 是否這麼把握 可以在這個 就是 外國的禁制之下 來講的話 俄羅斯是可以 能夠 不然之間 就爆起 這個科技上面 出出了一個 就是奇蹟性的 一個突飛猛進 那你講開這個 就是普京的性格 其實都不是 性格 而是整個俄羅斯 就是 本身都是 之前的蘇聯 都是一個 獨裁體系的 一個 一個文化 所以其實從這次的 戰士來講 都可以 好看得出 其實就是 就是他們那套 做事的方式 其中 我看回一些分析 其中一個 為什麼 就是俄軍 這次 沒有上中國 就是 預期可以有 這麼快的進展 還有為什麼 烏克蘭那邊 那個抵抗 會這麼有效呢 其實 烏克蘭之前 都是用一個 就是 蘇俄式的 就是一個 一個軍隊的 一個 怎麼說 一個編制 或者是 那個軍隊的文化 就是很top down的 就是基本上 就是 三軍將領 就是 總統 那些 就制定了方向 然後 一層一層壓下去 這樣執行 但是 自從2014年之後 其實軍隊 也有很少的改革 那就 用多了很多 就是 前線的 去做 就是 做一些重要的決定 就沒有這麼 靠一個 一個 就是中央的司令 去到法律司令 這樣 但是相反呢 俄羅斯呢 其實還是很保留 那個 top down的 approach 所以很多時候 你看到一些戰略 就是 跟實際情況 就是 不是很匹配的時候 上球也都沒有那麼快 轉到彎 也都 就是未必有人夠膽 說給普京聽 說 現在你那套東西好像不太行 其實這個是解釋了 為什麼 它那個 就是 它那個 五、六十公里長的 那個車隊 塞了在基庫 就是二北 那為什麼這麼久都 動不了 但是都繼續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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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軍事 就是 那些軍事經營 就說 似乎是 普京下達了一個命令 要在最短 最快的時間之內 將大部分的這個軍力 就是 就是 怎麼說 長驅直進進去幾乎 那你 就是那些 那結果就是這樣 那他們 就想著衝進去 誰知道就衝不進去 那你一個原因呢 其實就是 之前也有問過的 就是說 就是 那個天氣的問題 就是 就是 好像 好像今年的 春天 似乎是 比較暖 然後 那些 那些 那些地方 比較嚴重 那其實 也是 其實 在北部 就是這個情況是有的 就是 在那些石屎路的旁邊 就全部都是那些 那些 所以那些坦克 就不可以 偏離那些石屎路 那為什麼他們 要一直 排隊呢 就是他們不可以走去 旁邊那些路 那裡 因為他們一走到那些 那些泥林 結果他們要去幾乎 就只有沿著 那條路 那樣 結果就當然是被人 用門機炸 又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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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彈那些 那些 但是 好像 就是 北面的戰線 就 俄羅斯就 沒有什麼進展 甚至乎是 有些地區被人反擊 那 但是其實東面 和馬利烏波爾那邊 其實都 那個情況 是挺緊張的 就是 看回一些 軍事評論 就說 就是我們 好像經常都看到 那些 就是烏克蘭的捷報 那樣 又說到 就是俄羅斯又怎樣 節節大退 那其實雖然好像 在一個宣傳上 在鼓勵的士氣上 是 真是很有作用 那 但是從 就是了解這個實際情況 其實是未必很全面的 因為其實東面 東北地區 那個 烏克蘭的軍隊 是 都幾危險的 是接近一個情況 是 給 俄軍 是形成了一個包圍的 包圍 那如果在那個地區 他 他那支軍隊 叫 JFO 那如果那支軍隊 差不多有幾萬人 是被人包圍全籤的話 其實對整個烏克蘭的士氣 是會很大的打擊 那 還有 馬利烏波爾那邊 其實他們 俄羅斯 用著 他們一向在車神 和在敘利亞那邊 用的策略 就是 用重炮火 來轟炸 那個城市 炸到你的投降 或者包圍到你的 就包圍你 截斷你所有的補給 就是逼你的情況 那這些 就是殘暴 但是有效的戰術 其實見到他們在南邊 那裡是 真的有些進展 那所以 真的 很有機 有機會 這個膠著 會不放心 甚至乎 俄羅斯會 在東邊 南邊 會再拿多一些 來做 他們之後 庭判的塵馬 塵馬 都很慘烈 因為見到一些照片 特別是 馬利波爾那邊 根本上是 就是焦土 就變成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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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差別的炸 甚至是專門選 一些人 人口最糟密的地方去炸 就是 這件事 如果問到責的話 我覺得 其實都很明顯 是一個戰爭的最後 絕對是 絕對是 war crime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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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說回你們 剛才那些 俄羅斯的工業方面 那些無人機 收拾了之後 其實就是 裝陷為主 那鏡頭呢 就主要用 Olympus 的相機 都收拾了 都知道 那真的 但是 我想你打仗 其實那個國家 都是需要某些 輕工業 或者 就是 中輕工業的 一些支持 其實都很重要 如果那個國家 是沒有什麼 這些的話 其實都很麻煩 所以 芯片 當然 都不期望 俄羅斯芯片 有什麼的了 如果你看到 他們那些 好像是在 軍事的組織 他們都還在買 台灣的 Acer 的電腦 哈哈哈哈 就是 他們都沒有什麼好選擇 OK 不差的 不差的 當然好啦 Acer 二十幾三十年前 我讀書的時候 就算看到 Acer的機 那時候 銅鑼灣 黃室寶 裡面其實 上面那些 商場 其實是有些電動商場 是啊 很多人說 九龍就是 當然是 深水埗 黃金 或者 黃國的星際 但是 在 港島的代表 其中一個就是 黃室寶 那時候都說 Acer機 是不是真的要買 但是為什麼 不是買 俄羅斯 為什麼不是買 如果我國的品牌 是Lenovo 買了Acer 我覺得是 真的不夠兄弟 那些 我覺得其實 這個格局 當然沒有 Kill那麼熟悉 國際政治關係的問題 但是 似乎 在發動這個戰爭之前 我覺得 俄羅斯 就當某遠東國家 是契弟 就是 好像水域 賣100元一桶 有都是肯的 那當然 你現在看 當然是便宜 現在因為 賣一百一十幾二十幾 但是 那時候是 四五六十 那樣 你都100元一桶 那當然是貴 那就是 等於你現在看 國泰那個 Hething 它有賺錢的 但是你都輸了這麼多年 接著這陣子 這個季度 才賺回一些 都沒有用 你說起 這件事 你和我差一點點 就是 你真的不得不佩服 雷總那兩個朋友 就是 Channy Monk 和 就是 就是 買這個日本的 Trading House 而且 你上次才說 就是 為什麼他還這麼傻 阿里巴巴 你看阿里巴巴 升到 就是 現在當然升了 但是他百多元的時候 二百多元買 所以他就追貨 所以現在他就賺 你真的不要小看老人家 第二就是 就是 你說Wallin Buffett 他去買Occidental 就是那些優先股 或者不知什麼的債券 Finance 他買Occidental 你又是不是 他是不是 遇見到 2022年會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Occidental的價錢 可以升得上去 他去日本的價錢 就是如果是的話 就是 就是 Beyond Imagination 就是 曾經接到九元 你可不可以想像 Occidental 這個去升得上去70元美金 就是 其實我有抄功夫 就是 那免得想 因為抄一下他們 那他們 買什麼 就跟著 就是那個智慧 多數是 就是 當開始有傳媒報導的時候 有班人會湧入來買 那我就避了那個牌 先的 隔一會 然後沒什麼人說 就是回一些下去的時候 我才買一些 那譬如Occidental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介紹過 現在剩下多少時間 不好意思 看一下 我們 我們是 28分開始的 還有3分 3分鐘 2分 3分鐘 3分鐘 那時候我覺得Occidental 當 有當然是其中一件事 第二個 它都有一個 carbon capture 的一個技術 那我覺得 喂 都不是光是耗能 都做一些 ESG的事 都舔一下 唉 那怎知道很快 早放了 然後就 那資料已經飛走了 都沒有辦法 第二就是當然 就是KO剛才說 就是 突然 無端端買那兩三間 在日本的 就是一個 一個 distribution 的一間公司 那時候都 爬爆頭 為何無端端會發過 日元的債 然後又 為何買那幾間公司 那 現在當然都升了很多 那所以 真的 抄功課都不會插 就是 就是 沒有辦法 但是 例如你買Occidental 那樣 就是如果你跟它買 我當你不是60元買 你40元買 跌到9元 你是不是有能知 可以拿回70元 要雷種才行 因為雷種是 就是 就是 儲慣水塘的 他燒機都會儲到水 我這些 就是 喂 大哥 上天被人 你試試拿這些 就是如果你 投資管理員 你拿這些 就是被人摒死 就是 賺了幾個百分 人家說 怎麼搞錯 這麼多東西買 升二三四十百分 為什麼不買NVIDIA 那這年當然 你跑得贏通賬 那六七厘都已經很厲害 就是 很難 就是今年是非常非常難 那應該是不是時間差不多了 不如就 就是 差不多了 現在就差不多了 49分 當然 那我們回來再講 其他話題 OK 好 可以了